大家好 朋友们 接着聊一会儿这个血色浪漫啊 这个 教室里空荡荡的 课椅都没了 上课用的椅子都没了啊 讲台上的钢琴也没了 可是地上墙边扔着靠着一些被拆散的带钉子的椅子腿和扶手板 就是拆下来之后用来打人啊 室内灯光很亮 能清楚的看出木棒上 椅子腿上 钉子上都有血迹 教室的正中央地上 趴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 一滩凝固的血围在他的身边 围在他的身旁啊 应该是那血阴出来啊 流出来 在他周围都凝固了啊 这个下身一条带血的蓝裤子 已成为一条一条的 都给打烂了啊 那裤子 上身只剩下领子和两只短袖子在肩膀上挂着 头发湿漉漉的沾到了一起 一看就是被血水凝固了 血的腥气味刺鼻 血啊 这个流血它有一股腥味 旁边隔间 老师的休息室里也亮着灯 里面蹲着几个被剃光了头 反绑着的人 可能是老师啊 我刚想往休息室里边看一看 都是谁在里边蹲着呢 就听身后一声吼 看他们什么看 好好交代你自己的流氓行为 否则和志刚就是你的下场 也怪了 我那时不知哪里来的胆量 遇到这个场面 虽说是生来第一回 还真没害怕 没尿裤子 两腿一叉 站在那里 什么话没说 脑子里就只想着 这个和志刚 怎么会被他们打死了呢 和志刚是初一年级的 那初一年级也就13岁左右 小孩 对吧 虽然个子很高 有一米八多 但是有点缺心眼 就智商有点低下 有点傻孩子 有点类似于阿甘正传里的阿甘 或者是毛新宇 是吧 比正常人傻点 同学们都叫他傻刚子 和志刚吗 缺心眼 傻刚子 他从不与人打架 有的大哥不见得凶 有的小个不见得不凶 打架打得狠的 很多都是小个 在学校里 就是不爱好学习 傻逃傻闹 属于那种傻玩的孩子 他会有什么事 怎么会被打呢 我正琢磨着 突然间脑袋上 啪的挨了一批带 我回过头来一看 是花季脸 他打的 还真他妈的不错 他手下还真留情 没用铜扣那边打 要那铜扣啊 那皮带那扣要打 否则我的脑袋准会被打开花 花季脸和我面对面站着 我怒视着他 想着他若再打一下 我就扑上去 掐住他的脖子不松手 后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 就跟他拼了 但是要是真拼了的话 对方十几个人绝对打死他 死活就是他了 就是玩主玩闹老炮流氓啊 惹事的人 他有一种冲动型人格 他脾气爆 他就控制不了 是吧 这个理智的人 他就能忍啊 寒信 是吧 还真不错 他没再打第二线 就听他说 想什么呢 看见死人尿裤子了吧 赶快 老老实实交代你的流氓问题 不好好交代 我就让你到阴间去找他 随手一指 躺在地上的和纸缸的尸体 我当时心中非常恼火 就理直气壮的说 我交代什么 我怎么流氓了 说实在的 我当时还不算出道 就是还没在社会上当流氓啊 当玩主 当玩闹的 还没出来混呢 胆子还很小 要是放在一年后 经过几次战役的我 战役啊 打仗 打群架也叫战役啊 就跟东北人似的哈 东北人管打架就叫打仗 是吧 就他们这八九个人 拿着几条破武装弹 我还真不放在眼里 这是以后啊 马后炮啊 很容易冲出去的 当我的话音刚落 其他几个红卫兵 有解皮带的 就拿皮带抽他啊 有拿板子的 那大木板子上面带钉子啊 那就得带血了 把我围了起来 就等花季脸一声令下 他们手中握着的带血的武器 就会无情的落在我头上 这不叫什么武器 这叫凶器 是吧 武器有的时候带有一种正当性 是吧 打仗的时候叫武器 这个是吧 这个是完全是法西斯的暴行 这个应该就叫凶器啊 正在这厄运即将降临到我的头上时 命运转变了啊 吉人自有天相啊 贵人相助 真是人的命天注定啊 这个胡思乱想不顶用啊 人的命天注定 胡思乱想不顶用 在这时候 门口进来了一帮人 有二十来人 比这边多啊 这边十几个人才 有二十来人 各个穿着黄军装 腰中系着武装带 这个胳膊上戴着袖 戴着绸子的红袖标 绸子的啊 就证明这个绸标的质量好 这拨人的地位啊 各方面看来比这拨人要高啊 慢着 慢着 边做军是我们班的人 得跟我们走 你们不能动他 就听进来的这会儿人里 其中一人大声喊着 我抬眼往门口一细看 认出了是二班的马福谦和七班的黄培心 马出身是隔干啊 马福谦出身 他们家是隔干 就是革命干部啊 班上的文体委员 身高马大很能说啊 个儿又高又壮还能说啊 黄的出身黄培心啊 更了不得了 父亲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高级干部 中办的啊 厉害啊 中国有三大部门 三办 中办 国办和军办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和军委办公厅啊 这三办原来他都要过我的货啊 都跟我有过生意往来 其他的人也基本上认识 但叫不上名来 在学校里 马黄二人跟我很好 经常一起踢球玩单杠 有时我们在放学后 或课间休息时 背着校方啊 背着学校这些啊 头啊 老师 在南楼后边 组织几个人 练摔跤 练拳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看起来花季链很怕他们 当马说完话后啊 马富谦 花季链很不情愿的说了句 行 把人交给你们 一定要好好的教育一下这鸭听的 他很不服咱们红卫兵 啊 咱们啊 咱们自己人 我们都是红卫兵 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 这小子就是个混蛋 经我们调查 他爸爸是反动军官 国民党副作义手下的上校军医 这就不对了 什么叫他爸是反动军官呀 什么国民党副作义手下的上校军医啊 人家副作义是起义将领 跟着副作义的那都算解放军 你们怎么翻脸无情啊 怎么翻脸不认人呀 你们守不守信誉啊 你们守不守契约呀 对吧 就耍赖 玩人 抄他家时 抄出了一张他爸爸 穿着国民党军装的照片 是的 我爸爸很喜欢那张照片 穿着国派的 国民党那一派的啊 那种那个派头的军装 戴着军衔的确是很精神 因此他一直保留着 他爸爸现被工业大学 北工大啊 红卫兵扣押了 边做军很不服气 听说他还要组织人去抢他爸爸 这不要翻天吗 你们不要放过他 黄听了 花季脸说完很不高兴的说道 听他说完哈 行了行了 人交给我们你就别管了 边做军跟我们走 于是我就在一片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 和马黄这拨人走出了音乐教室 这拨人救了他一命啊 当我和马黄走出音乐教室时 天已经黑下来了 天空中响着轰轰的雷声 有时候是吧 那个一打雷就要下雨了吗 雨马上就要下来了 这个山雨欲来啊 风烟满楼啊 马黄把我带出来后 黄就悄悄的对我说 快走吧 离开学校 离开你家 走得越远越好 千万不要到学校来了 不行 那样他们会找我老妈的 我着急的说道 放心吧 没事 你的事情我们已经接手 他们不会再到你家去的 黄说道 我不放心的说道 你们放了我 他们不会跟你们找茬吧 马接过说啊 放心吧 做军 我们的红卫兵人数比他们多 势力比他们大 他们不敢惹我们的 放心走吧 我说 我问点事 何志刚 为什么 被他们打死 做军啊 我看你是听评书掉眼泪 替古人担忧啊 哎 怎么说呢 你没看见屋里那些被剃了头的人吗 都挨了打 但谁都没还手 只有傻刚子动手跟他们打了起来 跟他们干了起来 有两个红卫兵 一个被傻刚子一拳打裂了耳根 把耳根子啊给打裂了 一个被他打倒后 抱住了人家腿 咬了一口 小腿肚被咬烂了 你说他这么横 能不被打死吗 行了 你自己的坟还哭不过来呢 还哭别人的坟呢 有的时候啊 哭错了坟头了 是吧 孝子贤孙 哭半天 替别人哭呢 你就不要管别人的事了 赶紧走吧 我感激的说道 行了 福谦 裴心 马福谦 黄裴心 我什么都都不说了 这份恩我会记在心中的 黄回答说 还说这些干嘛呀 记住 哥们永远是哥们 谁都有遇到难的时候 你走吧 多保重 我于是匆匆忙忙 跑出了学校大门 这时 轻盆大雨 由天而降 天空 雷电交加 我在雨中 孤独的走着 我被淋得 如同落汤鸡 但幸亏是八月份 心中有火 身上 没感到一丝良意 脑子里 总是闪现着 何至刚 那凄凉的尸体 我在大街上 走着想着 我有家不能回 我到何处去 从此 就漂泊在世上吗 我刚十几岁呀 我和他们是同时代的人 他们为什么 这么猖狂的占据学校 任意的打人杀人 而我不就是出身不好吗 这就是话语权 是吧 共产党 是吧 红色江山 万万年 你们家是对立面 实际上他们家 是跟着负责义投降的呀 起义的呀 不应该是对立面 也应该是自己人呀 也不断的搞运动 不断的清洗 制造仇恨 制造彼此的猜忌 歧视 对立 是吧 这套路反复的在使 在玩 同一个招 是吧 这包袱 跟着说相似的哈 这包袱来回的抖 在学校 我不就是出身不好吗 在学校逃点吗 逃 就指的是逃气啊 就凭这点 就可以说我是流氓 要我的命 好 他急了 我要报仇 报仇 后又想到 没死在花季脸 这帮恶棍手里 我也真够有命的 多亏了马 黄 来得及时 让我死里逃生 否则我是 必死无疑 向天发誓 我要报恩 报恩 报恩 想起了妈妈 家中只剩下 他老人家 一个人 这个爸爸 大姐 姐夫 被关押 二姐 在湖北三线 当时跟苏联 关系不好 把国家分成 一二三线 哥哥 在南口 他们家是 他俩姐姐 一哥哥 他是老小 就是四个孩子 两兄弟 两姐妹 家中只剩母亲一人 而我这个不孝的儿子 在这风风雨雨的日子里 不能在家 陪伴他老人家 为了自己这条狗命 逃跑逃跑 就这样一路走 一路想着 出了德胜门 往北走啊 他们学校好像在 在北海嘛 北海中学可能是 我看看他是北海中学吗 北海中学 北海中学 他往北走 出了德胜门 过了青河 沙河 昌平 当时是昌平县啊 他说的昌平就是昌平县城 当时的青河和沙河 那都算远郊 那都是两个镇啊 青河有个第二毛房厂 后来搬到了昌平县城南环 南二环吧 南环路 二毛啊 北京是第二毛房厂 原来也是我的客户 很多年前啊 饿着肚子走了一夜半天 哎呀 最后到达南口农场 一分场 南口农场一分场 就是他哥哥的地方啊 好吧 朋友们就先读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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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